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庆富列雷劲案持续延烧,总统蔡英文昨天约见国防部长冯士宽,除听取最新处理简报外,也做出三项才事,传出冯士宽上午再度前往总统府见蔡英文,可能是为了今天下午公布的惩处名单,政府向蔡英文报告惩处结果。 不过,冯否认,称今天中共共计有多批出动,没时间提报惩处名单。 蔡英文昨约见冯士宽,做出紧速公布军中惩处名单,设备绝不宽待及民快处理合约等三点才是。 根据媒体综合报道,立法院国防委员会经邀冯士宽报告列雷劲案,不过冯毅早就进总统府开会会议。 主席国民党立委马文军宣布会议暂时休息,最后逢迟到三十分钟才进入会议室。 外转冯士宽入府是要报告惩处结果,冯士宽到立法院后否认去总统府市立行性国安机制会议。 今早中共共计有多批出来活动,没有时间提报惩处名单。 国防部今天下午将公布第一阶段的惩处名单,而随着未来案情的侦办,军方不排除会有下一波的惩处名单。